这下子,姑师夫妇哪里扛得住? 姑君烈忙上前,也不敢动武拦住门口。 子晴,有话不能好好说吗? 一定要闹成这样吗? 北月还昏迷着呢。 姑夫人一时劝道, 子晴,别这样,北月是老爷的新骨肉,我也一直当他是亲生儿子, 姑师的一切将来全是他的。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,但也一直认你的一个儿媳妇呀。 你别这样,天大的事咱们都好好说。 子晴冷哼,这两老儿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。 这哪里能好好说的? 就算是姑媒婷愿意同他好好说了,他现在也不乐意了。 这件事没得商量。 姑媒婷见父母有偏袒的迹象,立马爬了起来,拉起江远大哭。 远儿,姥姥和姥爷都不要我们了,他们要赶我们走。 我们找爹爹去,我们去回江家,再也不回来了。 远儿,你可记住这个女人,是他害了我们的。 说吧,还真抱起江远要走。 江远那么小的孩子,性子坏是坏,哪里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,就只知道哭。 方才至今哭个不停,哭得姑夫人的心都快碎了。 见姑媒婷要走,连忙拉住,终于把心底话给说了出来。 不许走,没人赶你走,除非我死了,否则这家里谁都不能赶你走。 子卿冷笑,对于姑夫人的反应,她并没有多少惊诧,只是有些伤感。 方才在东乡客厅的时候,跟在司徒府那一回是那么的相似, 有爹娘的幸福感离她是那么那么的近。 可惜,终究还是别人的慈父慈母,不是她的。 山路上,姑夫人拐了脚,很不巧她懂得拿捏, 她一揉到她的脚,便知道那是装出来的。 她的心是那么纯粹,真便是真,假便是假, 好便是好,坏便是坏,只要一次,足够记住一辈子的。 一如她对君北月,爱便是爱了,死也不改。 姑夫人她很不喜欢。 有姑夫人这句保证,姑没听哪里还会走? 她要等的,就是这句话。 她终于冷静了下来,冷冷朝子晴挑衅看来。 然而,子晴看都不看她们母女一眼,寒扯得双眸直逼姑君。 姑家主,我和北月都有洁癖,绝对不同不相干的人共处一室。 今日不她走,那便是我们走。 这话一出,姑君对时气劫。 正要开口,子晴却不留余地地说道。 如果我留下了,便是任了姑氏,便是姑氏的一份子。 北月婚迷,我身为妻子有权利为她做决定。 姑氏,绝对不接受上门女婿。 子晴这话一出,竟是比姑夫人还要决绝,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甚至那一句,不接受上门的女婿,直接甩了姑媒婷的脸,也甩了姑氏夫妇的脸。 这无疑就是在讽刺姑氏夫妇之前默认了江远的道茶门。 姑家主一口怒气提上来,终究是忍不住了。 堂堂一家支主,岂容子晴这般无礼,这般当众嘲讽。 他怒不可赫,脱口便出。 韩子晴,你枉为大舟王妃,说话竟然如此不礼貌。 你真是一来我姑氏,就闹得乱七八糟啊你。 对于姑家主的不客气,子晴也毫不经常。 姑君能够坐在姑家主这个位子上,统领姑氏这么多年,岂会是个糊涂的人。 家务时岂会看不透,还不是跟姑夫人一样,一味纵容儿女。 管交不了,还要顾老脸,顾家风,还要家和万事兴,委屈不了自己的女儿,就是要别人跟着他们一样淫人,委屈。 这天下或许会是有这种人,可是他韩子晴在这一点上偏偏就是娇贵,偏偏不能随随便便,说半点委屈的人。 别跟他说什么长幼尊卑,笑道礼数。 他通通不认识,他就知道一个道理,不管是什么人,年龄身份都不是最重要的。 哪怕是一个乞丐,只要跟他讲道理,他便回忆道理。 跟他蛮横,就算是天皇老子,他也蛮横回去。 他冷哼反问,堂堂一家之主,让女婿女儿住到你故事主舍来,这件事若是传出去,你的老脸有地儿哥吗? 你…… 顾君立马扬起一巴掌,子晴大大方方把脸扬上去,怒目横去,丝毫不畏惧。 顾家主,我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的,既然你认为我是来闹的,既然你不留我和北约,那么我们只能离开。 子晴说吧,错位一步,立马从顾家主身旁而过。 站住! 顾夫人历声,虽然话音转软。 子晴,你一定要闹成这类样子吗?一家人都是亲亲的家人,一家字计较那么多,分那么多身份做什么?和和睦睦的不是很好吗? 子晴,你听我一声劝,大家做冷静一点好不好,这件事我们明日再商量可好。 不好。 子晴头也不回,冷冷道。 他宁愿姑夫人跟他翻脸,甚至跟他大打出手。 或许,他还不至于那么厌恶他。 事情到了这一步,姑夫人居然还想要跟他讲道理,一副无可奈何,努力退让,息事宁人的模样。 说白了,就是装可怜。 不知道的,还以为是子晴逼他的。 看似讲道理,其实,就他是最无礼的。 见子晴对夫人都这么凶,姑君忍无可忍。 韩子晴,是孤梅亭得罪了你,你这是要跟我们夫妇吵架了。 再怎么说,夫人也是你的长辈,那么心疼你。 你一来就要给你补身子,你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。 子晴禁不住哈哈大笑。 顾家主,先把你的女儿教育好,再来评价本王妃吧。 你…… 孤君气劫,眼看子晴就要进门,险些就伸手去拦。 然而,姑夫人却剑步冲上去,一把拉住子晴,哭得双眸红肿,伤心悲惨。 子晴,人要讲道理啊,你还年轻,做人才刚开始,你不能把这样话说绝了,把事情做绝了呀。 子晴止步,终于回头看着姑夫人。 不得不承认,这老夫人如今真真就是一副被欺负了的可怜模样,不知道的人看了都心疼。 姑夫人,讲道理。 好啊,我们来讲。 我们不单单要讲道理,咱们连伦理也一并讲了吧。 子晴说吧,愣不方仰手。 姑夫人一步踉跄,姑君急急上前来扶。 姑媒停在一旁,连动都没有动。 她恨不得把战火转移到爹娘和子晴之间,让爹娘对韩子晴彻底失望。 她要好好地看戏,暂时不掺和。 而姑素颖却抱着江源一直哄着,仿佛江源就是自己的儿子,只是时不时看来也不帮腔。 道理,伦理,姑夫人和姑君不是不懂。 他们懂得远远比子晴还要多得多。 听了这两个词,姑君都忍不住撇嘴,怒气顿时被烦闷所取代。 是是非非,谁对谁错,她都清楚。 可是,她一定不会给公断的。 一旦给了公断,姑媒婷一定会寻死密活,跟她断绝关系,闹得整个流仙岛都知道。 这个脸,姑是丢不起。 所以,她只能选择委屈韩子晴,尽量跟那个丫头耗着。 姑夫人又何尝不明白呢? 还是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,焦急得道。 子晴啊,就当是我求你了,大家先冷静冷静好不好。 姑夫人,别求啊,不是要讲道理吗?求什么求? 子晴冷哼,转身过来。 直指妄想置身世外的姑媒婷,冷声道。 姑师夫妇,你们大小姐和二小姐方前冒犯我在先,争吵至今,就只要二小姐一句极不甘愿的道歉。 大小姐可有道歉的意思。 而你们夫妇俩,除了教训我要懂礼术,除了遗而再地为你们女儿开脱,可有道歉的意思。 子晴说着冷笑,或许你们觉得不用道歉,你们讲道理吗? 这话直接堵死了姑师夫妇。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,自己确实是这样啊。 事发之后,就一直要稀释宁人,一直护着女儿。 根本想都没有想过要道歉的事情。 姑师夫妇,打从见你们第一眼起,你们口口声声少夫人,口口声声说要把北岳当儿子。 那么我问你们,流仙岛上龙渊大路上,从古至今可有女儿女婿跟弟弟弟媳同居一世的道理,住的还是家族专属主社。 可有嫁出去的女儿儿子都六岁大了,还一直同女婿住在娘家的吗? 你们可知晓伦理。 姑师夫妇被子晴一个道理,一个伦理,直接戳中要害,恼羞成怒,却哑口无言。 姑妹婷听了这话,压根就忍不住,又见父母沉默,直接就扑了过来。 可终究还是怕子晴的没有赶靠太近。 翰子晴,你没有资格跟我爹娘讲什么道理伦理,这是我姑师的家务事,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叽叽歪歪的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?你就是在大洲都不过是得了一个封号,没有正式嫁入药王府。 在流仙岛,君北岳还没有行,你也还没有认祖归宗的。 你算什么东西啊?你不要脸。 子晴看都不看姑妹婷一眼,不屑地看着姑师夫妇冷笑。 这就是你们所谓道德礼数教养出来的姑师大小姐,道理不讲,伦理不讲,只会骂人。 子晴说着,直接大步进门,姑夫人连忙追进去,姑军怒斥姑妹婷。 你够了,再不闭嘴,老夫就不客气了。 说吧,立马扬起手来。 姑妹婷今儿个,也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,豁了出去。 你打呀,你就是偏仙,偏仙儿子。 还说什么女儿儿子都是一样的,你和娘全都是骗人的。 姑军一巴掌都落到姑妹婷的脸颊边了,却终究是血浓于水,甩不下去。 他狠狠甩到一旁。 你再不消停,只能是逼死你娘。 你怎么不叫他小婷去,他敢打远,你都亲眼看到了。 他还骂我倒插门,江臣不是他随便可以骂的。 这笔账今儿个我一定要给他算清楚。 姑妹婷说着,愤怒地冲入门去。 姑军连忙追上,谁知听见子晴在收拾东西,而姑夫人直接跪在军北岳踏前了。 夫人,姑军大动上前咬衬,夫人,你这是要做什么呀? 我求北岳呀,求儿子啊,求他快点醒来,主持公道吧。 我们都老了,都没用了,管不了他们了呀。 姑夫人说着,一下子哀嚎起来,哭得凄惨,姑军也劝不了,只得站在一边,一身无力。 子晴无动于衷,哭,悲痛,凄惨。 他那么辛苦,飙风里逃生,就未见军北岳。 可是人就在身边,他都顾不上认真看一眼,顾不上握以握他的手,顾不上难过呢。 没有人知道,他到底有多隐忍,才能够忍住没有去拥抱军北岳的。 姑夫人在他面前装什么可怜。 收拾好东西,子晴终于走到床榻边。 谁知道,姑夫人立马一把抱住他的腿,连连哀求。 子晴,就算我求求你了,我替两个女儿跟你道歉。 你原谅他们的无礼,原谅我们父母的失职好不好。 你不要走,这件事啊,咱们好好商量。 我不让婷婷住主社了,什么事都好商量。 你冷静一点,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。 这个老太太竟然把责任全归到自己身上,还是要维护女儿。 她就看不出来,姑媒婷就是雷声打鱼点小吗? 就这么舍不得姑媒婷被怎么着了吗? 听了这话,子晴终于真正怒了。 正要开口,谁知姑媒婷竟然怒声。 娘,你求她做什么? 不要脸的人把她轰出去,我姑时还怕了她不成。 要带走北约,她也不掂量自己洗劲几两重。 你给我闭嘴! 姑夫人怒声,这一回真是怒意滔天了。 娘! 姑媒婷怒声。 闭嘴! 姑媒婷冷哼一声。 除非我爹娘赶我走,否则我绝对不会走。 姑夫人不理睬她,还是抱着子晴不放。 晴儿,你消消气。 我不让她住主舍了,事情我们好好商量好不好。 商量? 还有商量的余地吗? 该说的,子晴都已经说了。 不愿意再多费唇舌,跟这个老夫人磨蹭着。 老夫人有的是功夫,把事情磨蹭下去,把大家的耐心、决心都磨蹭没了,她可没那功夫。 君北月的内功已经恢复,调养的事情需要的是药材。 她就不信,大洲皇室的库房会比不上一个孤氏家族的库房。 晴儿,算我求求你了,你冷静冷静,我们有话好好说。 我都答应让她搬出主舍了。 姑夫人连连哀求,死死抱住子晴,就是不放手。 子晴真是彻底失望了,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母亲伟大。 她看似可怜,其实是罪魁祸首,不是吗? 姑夫人,我最后说一次。 没有商量的余地,要么她搬出姑氏,要么我们走。 姑夫人何等精明啊,哭成那样了,话还是那么的有技巧。 不让姑眉亭驻主舍,和让姑眉亭搬出姑氏,这可是两个概念啊。 被子晴识破,姑夫人顿时恼羞成怒,却还是哭哭啼啼的姿态,看得姑君心痛得呼吸都难受。 晴儿啊,我求你了还不成吗? 即便你今儿个是名正言顺的姑氏儿妻,你也不能这么要求我女儿走,不是? 她这是来做客了不成吗?客房就不能住吗? 你非得逼得我跟女儿断绝来往啊。 这也太可笑了,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母啊。 姑夫人,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下去了。 你真是能把黑的都说成白的,还说得让人同情。 我几时说过,要让姑媒婷和姑氏断绝关系了。 她要去哪儿我不管,姑氏有她常住,就没有我和北月。 子晴说吧,猛得睁开姑夫人,正要抱北月。 姑君终身怒不可喝,一手拦住子晴。 韩子晴,你真是得寸进尺,得理不饶人呐。 我们都求你了,你还想怎么样? 子晴深吸了一口气。 去把江臣那个闹肿叫过来。 这件事最关键的是她。 姑氏的家务是你们既然都做不了主, 那就让她趁早把妻儿带走。 你说什么? 姑媒婷顿时惊叫。 闹肿,韩子晴她骂谁呢? 说你丈夫是闹肿,都被人骂倒插门了,还不敢过来。 子晴冷哼。 江臣一路都跟着她和徐统领的,她几回不知道。 事情闹成这样,她会不知道。 我跟你拼了,贱人,这句话你给我吞回去。 姑媒婷疯了一样,直接扑过来。 子晴不理睬,一个仰手便将她挥开。 怒目直逼姑氏夫妇。 是是非非,二老心中一定有数。 我告诉你们,我今日若是带着北月走出这个大门,这辈子就永远不会再进来。 怒声把背上行李立马拉起君北月的手,准备将她抱起。 这种家庭,这种长辈,再朝已经没有意义了,留下更没有意义。 姑媒婷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,猛地抓住子晴的肩。 子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,一手轻易便可将她推开。 可谁知,就在这个时候,姑夫人却突然上前抱住了她的腰。 子晴,你不要走,你可不能走啊,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,姑媒婷趁机猛地一拽,竟是狠狠将子晴拽了过来,一巴掌随即甩了下去。 贱人,你敢骂我丈夫啊? 一时间,姑夫人傻眼了,双手大松。 而周遭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,更没有人注意到君北月的唇角若隐若现透出一股杀意。 你给我滚,你算什么东西,你敢骂? 姑媒婷还要打,可骂声到一半,立马被子晴冷力打断。 够了。 随即,谁都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,只听得一声飓风一般的灵力呼啸之声,嗖的一下子,狠狠一道掌风,正正地甩在姑媒婷脸上,一下子将她甩翻在地上。